VIPP主席大家好 到十月尾的事份 今個月一起去看看 張光路南橋最新的消耗情況 在十月份 另外其實上個影片都有看過 街坊可以考慮一下 在張光路下車 然後用海濱長廊 北橋或將來的南橋 暴行回到康城做運動 怎料VIPP 發現了另一種用法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電視右轉車好嗎 歡迎來到VIPP主席頻道 我們很快看看基本資料 張光路南橋其實是一條 連接著張光路第77區 右手邊和左手邊張光路86區 一條新的行人天橋 只是行人而已 沒有單車的設計 我們看看實景 張光路有77區 即是我們現在左手邊的位置 以及68區右手邊的位置 都是屬於張光路 比較海濱 沿岸的位置 所以其實這兩個區 都有海濱長廊 左邊71區那邊 叫做南海濱長廊 右手邊叫做北海濱長廊 其實現在已經有一條 由北橋連接著 可以行單車和行人 這條南橋 大約是最近坦船的位置 由右手邊 68區那邊 會起一條橋 左手邊77區 多一條行人的橋 這條橋我們叫南橋 剛才的照片 其實就是在張光路那邊拍攝 這邊就是在我們康城這邊的海濱長廊 也有些土木工程處的廣告 最後就介紹南橋 連接我們77區 接駁回南那邊的86區 南橋建完的樣子大致是這樣的 總共工程費用大約3億多 除了南橋外 另外這個工程費用大約包括在77區 去建造污水處理的泵水房和喉管 因為77區將會有寵物公園 有一個新的環保營 教育環保營 以及足球訓練基地 這個新的污水設施 最主要是服務新的設施 從而服務張光路 甚至全香港走來環保營 或足球訓練基地使用的人士 當然有南橋 另外有北橋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北橋早幾年已經建造了 一路將軍路的街坊都在用 北橋和南橋最大分別就是 北橋可以走行 以及有單車徑 貫穿回南南 以及77區這邊的海濱長廊 我們即時去片看看 今天就是2021年10月26日 最新的先兇情況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近駐 張光路南 南橋的入口那邊 68區 現在看到有多過一艘等船 泵在那裡 等一下我們再走近一點看看 究竟這艘等船有什麼 接著近南橋77區 我們在康城這邊 海濱長廊 看回77區這邊 其實工程沒有68區那邊 即是張光路南那邊 那麼大範圍 實際上其實南橋那邊 工程範圍會大一點 在77區便會小一點 我們等一下詳細看看設計 接著去討論一下 我們近一點看來 看到除了有架等船之外 另外中間有架另外的船 上面有些田裸車在這裡 我們去片看看 其實就看到 田裸車應該是混了些水泥 然後來到等船的位置 就把水泥倒出來 去一些圓形柱體的帽子 即是說之前用一些巨型石頭 圍了範圍 之後再填平 看到一些探討工程 77區這邊 會有些探討工程 在張光南那邊 之前已經做了 現在77區這邊 繼續探討工程 以及有些位置 有些巨型石頭圍了 圓岸 上面再鋪一些泥 去建造一個類似橋等的平台 但是看回張光南那邊 就多一點東西 他們那邊就開始倒石屎 我們走近一點 你看到 其實是用另外一架 比較巨型的平台 等船 就運這些田裸車來 那些田裸車繼續 控著 或者滾動著 一些 備用的水泥 你看到這個圓形的 容器 就讓它塞水泥出來 再鋪上去 南橋那邊 如果我們看回 9月份 即是上個月 Rippy 出的 南橋最新鮮的工程 其實 這個運營圖 的工程項目 上個月是未開始的 其實10月頭 都未有的 Rippy 等下會和大家分享 10月頭的情況 剛剛好今天26號 就看到了 我們看回10月頭 或者是10月中的情況 不是10月頭 應該 Rippy 去回海濱長狼 近著 張江澳南這邊 看到還有一架等船 另外有一些巨型的起重機 滑泥機 就在張江澳南 68區這邊 正在開工 之前找些泥 填平了 新填出來的瓶 另外 如果我們再走近一點 張江澳南那邊 就有一些類似是 一些落井莊的設施 但如果看回我們77區 康城那邊的海濱長狼 在10月中的情況 就未有這些 只是有些位置填平了 另外 就有些位置 在探討轉地的工作 在剛才的位置 再向後走 向著北橋那邊走 就會看到 將南這邊 海偏會 地面開多幾間地泡 看來這邊就越來越旺 再過來 其實我們向著北橋方向 看到北橋最新的情況 我們換個角度 來到北橋那裡 就看回南橋這個 10月份最新的情況 剛剛近距離看到 等船現在遠一點 看回 你幻想到 這裡就有一條 類似釣橋 跟在後面的 框灣大橋的主橋 的設計 類似 設計 比較和諧的 張幹路地區標誌 或者比較適合 我們換一換位置 看看 整條海濱長廊 其實已經有一些商業元素 因為元朗就有一些 餐廳 或者賣酒精飲品的店 然後我們過了北橋 就來回七十七區 看過去了 除了一些商業元素 其實最近應該大家如果有看 區域園有出片 應該在我們七十七區這邊 除了會有一個新的環保營 將會就快興建之外 就看來一直說了很多年 超過十年的水上活動中心 將會有些比較具體的規劃的內容 以及一個時間表 就能夠推出 VP會嘗試搜集資料 可能就有機會出多一集 去介紹一下這個水上活動中心的設計 以及大約估計的時間 我們先說一條南橋 先看看10月份 接近七十七區這邊 這個橋段 很明顯的 你看到就是七十七區 以及六十八區比較 六十八區的施工範圍比較大 會否代表這條橋 兩邊的施工範圍會不同呢 其實答案很容易找到 我們很快看政府提供的模擬設計完成圖 一個電腦做出來的完成圖 我們看看六十八區這邊 南橋這邊的施工範圍設計 左上角正正是海濱長廊現在行人的通道 你看到左上角慢慢向下移 就會有一條分叉路 分叉路的左邊其實就會有一條路 讓你上南橋 南橋的入口就是這邊 但另外一邊分叉路 你看到左手邊 它一邊走近南橋 就慢慢會去南橋的橋底 而去到橋底位置 就會向右勾出來 就走到一個彎位 就彎了出去 然後經過了南橋的橋底 就彎回到原有的海濱長廊 其實這個六十八區的設計很明顯 它這邊的橋底的施工範圍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和七十七區比較 就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正正是彎出來的位置 那麼七十七區那邊的設計 南橋連接是沒有的 我們來看來七十七區這邊 連接橋的位置 你會看到剛才凸出來的行人路設計 在七十七區這邊是沒有的 即是說這條南橋的設計 一左一右是一個不對稱的設計 那和北橋會有一點點不同 北橋會比較對稱一點 那也是六十八區這邊 就凸出來 那其實你可以 調轉來說 就六十八區這邊的海濱長廊 就會稍微延長了一點 就有個類似遼望台的設計 就勾了出來這個沿岸 再縮進去 所以今天我們就詳細一點去看看 這條南橋的設計 就一左一右 兩邊入口的設計是不同的 就是一個不對稱的設計來的 那我們現在看看 十月份 這邊七十七區連接口的施工範圍 這條南橋的設計 我們繼續說一下這條南橋的設計 除了連接兩邊 方便大家街坊 就來回六十六區和七十七區 其實直接說是康城區和張國南區 另外其實南橋將會是一個很理想的位置 可以讓大家欣賞日落的景色 以及可以看到跨灣大橋的景色 其實上個月那集 Wippy 也有去看過 因為平時要找時間做運動 都比較困難 既然你是住在將軍澳區 有時康城的話 除了坐地鐵回康城 可以考慮一下 就在將軍澳南就下車 將軍澳站下車 運用將軍澳海濱長廊 就走回七千八千步 就回到康城 做回一天的足夠運動 但是最近 Wippy 見到一些 將軍澳的舊街坊 當Wippy 正在走這條海濱長廊 就打算回康城的途中 就看到一些 就是張國澳南的街坊 他就特意坐地鐵去到康城 然後康城就這樣走回到張國澳南 從而做回一件事 就是做一下運動 所以其實就 如果你是下班 剛巧撞到康城的車 其實各位張國澳街坊 都可以上車 去到康城 很近 A出後一出就來到海濱長廊 然後就可以利用這個海濱長廊 暴行回到張國澳南 回家 都是一個挺好的運動 當然了 關一條南橋什麼事 有條南橋的話 走的距離縮短了 感覺上沒有那麼辛苦 環境就優美了 走的時候感覺就會更舒服了 變了這條南橋 也是一個 變相去鼓勵大家 無論康城的街坊 或者將街坊 一個多做運動 一個好的選擇 怎麼可能這麼多 另外 有些街坊 問到 周公平時頗聚愁 下班 究竟會有甚麼 可以超進市場 開得比較晚 其實有條藍橋的話,大家都應該知道 藍橋有間7x24的超級市場 當當當奇 變成方便大家來當當當當奇買回家 不知道街坊會有什麼提議,歡迎留言 大家去討論一下 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希望WIPP11月繼續出片 記得按LIKE,分享這條影片給其他你的朋友 以及訂閱我們WIPP主席頻道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參考更多 關於我們將那條藍橋由開頭撥款到設計 然後對上幾個月每個月的使用情況 例如上個月,8月,9月已經施工情況 對海賓長廊的改路有什麼分別 可以去回WIPP主席頻道的Youtube網頁選擇Paylist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Paylist 大家應該都知道 記得選擇跨灣大橋的Paylist 裡面會有每個月不同的南橋最新的使用情況 大家可以看看7月和6月有什麼分別 8月和7月有什麼分別 甚至現在9月和之前幾個月有什麼大分別 例如5月到6月開始有些大的等船 就運一些材料過來南橋的兩邊橋等的位置 去到7月頭更多的海賓長廊位置就需要改路 封了一些地方就開始做一個施工的地盤範圍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之前幾個月 詳細一點看看海賓長廊或南橋的施工情況 記得來回WIPP主席頻道 選擇跨大橋和最新的南橋工程Paylist 裡面可以找回WIPP分享關於南橋的施工情況 今天分享一下南橋最新的施工情況 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來回WIPP主席頻道Youtube的網頁 在網頁上有一個Paylist 中間上面的位置 Paylist裡面有一個關於海賓長廊的 或者是最新的施工情況 在網頁裡面也可以找回南橋的詳細治療 大家可以詳細去看看 如果你有興趣去看看康城最新的屋苑或周邊工程的消息 歡迎你加入Facebook群網頁 在網頁上可以有Facebook的Time Sequence 可以詳細去調查不同時間康城裡面發生的事 WIPP拍到什麼影片即時會在此發放 另一方面 其實WIPP主席頻道最近有個新的Paylist 或者新的Series 叫做WIPPCO3 最主要是用來分享一些關於統計數字的資訊分享 譬如有些是關於樓市的 會分享最近18個月 哪個區的二手成交中數是最多 而這些統計數字資料 不會像傳統那樣的 Static圖表去分享 會用一個動畫模式去分享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來回WIPP主席頻道裡面 選一個Paylist 裡面有一個Paylist 叫做WIPPCO3 就有這些統計數字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 而WIPPCO3也有個Facebook群網頁 如果大家有興趣 用這個Time Sequence的方法去看 WIPPCO3的統計數字分享的話 歡迎你加入我們這個Facebook群網頁 是嗎 謝謝 WIPPCO3 VIPPCO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